寄生蟲口腔游走三個月 醫生誤診說沒事 美國這個36歲生物學家 真是很有科學家精神 事關他在三個月前 教書時覺得喉嚨腫了 後來見到腫瘤去了下唇 他就肯定那塊其實是寄生蟲 但口腔外科醫生說 他只是嘴唇變色,沒有大礙 艾倫於是自己動手 就是他了 這隻寄生蟲一般只會在生畜出現 通常是經污染的食物或水傳染 艾倫是全球第60個人類感染個案 這麼罕有 所以他都將經驗寫成論文 還登上醫學雜誌